師傅說一切的法都是慈悲的布施 不是買賣的 所以其實就是你發心真誠的一個布施 然後對自己的一個未來的利益的一些福德會比較有幫助 這個金金金還有這個五門餅你們如果回家想要念跟剛剛一樣 你們常常念所以你們都會有反處 那我們常常有在注意那個贊助 因果想贊助也都可以 因果怎麼樣 分毫不差 好啦沒關係下次有機會 師傅說你的頭痛是在幫你消業障 你有聽到齁 福德一如是 福德怎麼樣 一如是 一如是是什麼意思 如果的如 然後是不是的是 OK好 就是也是的意思就對了 好還有呢 來請師傅齒 慈悲在對 眾善性開示齁 因為我這些影片我會上傳齁 然後這個會有很多人會去點閱去看到齁 然後請師傅這個 對這個現代的所有一些人齁 給一些好智慧的法語這樣子 多少在於心 多少就是在於心啦齁 對 有能力就多做啦齁 然後其實沒有能力一塊錢也是不失嘛 對不對 重點是那顆心比較重要 還有呢 還有呢 福德自然之 福德怎麼樣 自然之 自然之道嗎 對 哦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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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師傅有指示就是說 要我去做這個 髮布式的部分啊 是不是就燃燈法則 噢 噢 而且其實我根本不用在意數量 我只要有去做 那其實他會有這倍增的效益嘛 對 就是 一 我告訴一個人 我告訴一個人正法 這個人 他覺得這個正法對他有幫助 他就會去交給下一個人 就這樣一個傳 傳道的一個 一個 一個傳布 那事實上這個 這個數量就出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個燃燈法則 師傅說佛法的傳播還須努力 說我還要努力喔 他指示人啊 噢 世人還要努力 對 因為真的有很多 嗯 似似而非的一些法 也在流傳著啦 那很多人真的是 也 尤其現在那種 知識爆炸的時代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所以很多人都被混淆了 然後比如說 呃 比如說地藏經好了 那有 那 年來會招來一堆 一堆什麼 有的沒有的啊 其實 這個 也不是這樣的說法嘛 重點是在於那顆心嘛 那很多人 可能他有心想要做 但是聽到這樣子的話 他就障礙了 他就有掛礙 他就不敢做了 師傅說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 本身的業障在障礙他 我想也是 對 對 他說沒有人 人 能有人力來障礙自己 啊 人障礙自己的 都是自己的業障 對 對 就是說可能你想要去做了 但是 你可能聽到一些話了 那就是有時候 就是自己的障礙去障礙自己 在主導自己去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說通常會 跟你講這些話的人 通常都是你的願心在主 哦 會講這些話都是自己的願心在主 可是他有可能 比如說 他可能是上網看了一段文章啊 或者是什麼 比如說看了知識網啊 然後人家在討論啊 那這個人他也不認識啊 上面討論他又不認識 自己的業障自然就會親他去看到這種 這篇年障 所以這個就印了我說的一句話嘛 當你業障現前的時候 你就是找不到貴人嘛 你找的方向都會是不對的嘛 你永遠都找不到對的 你找到錯的你都以為他是對的 對不對 師父說 就好像 地藏經上面所說的 就是往生者 他在往生之後 就是跟 世間的 老人遲大症一樣 就是 被業牽著走 他就走 對啊 嗯 了解 然後世間被業障所障礙的 就跟那個往生罪 一樣 世代一樣 只是他不知道自己被障礙 所以他怎麼樣找到的 或者他聽到的 都是一些 不是正確的方法 那他都以為那是真的 然後他就會可能會覺得說 欸 他就會聽人家的 結果就影響到他自己 繼續往這個 正確的道路走的前 的一個方向 被阻礙掉 所以我才說 師父說 如果有機會 度這種人的話 功德是很大的 很累耶 對啊 所以功德是很大的 因為他被障礙了 你要再把他度 有時候很難耶 因為他有時候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習性啊 或者是說一些 反正就盡量做吧 人世間的事情 就盡量做吧 所以就像聊天一樣 真的就是狀況 可以啊 他也知道現場的狀況 對啊 等一下 師父說 如果你去勸這樣的人 嗯 即使 他不相信你說的話 嗯 但是你勸人家 灰散 嗯 你就讓他分功德 哦 好 我是沒有想功德啦 反正就是說 能對 做嘛 那 那如果說我們像 嗯 所以我說這樣的人 會讓你碰到 也是你跟他之間 有那麼一段姻緣 嗯 嗯 不管是在 實體世界 或者是虛擬世界 是嗎 人世間的一切 都是一個工業在牽扯 嗯 師父請教一下 只是你的福報比他大 你今天有機會修辭 然後他也是 跟你一樣有照效工業 一樣的業 嗯 但是他福報沒有你好 嗯 所以他就沒有機會 去修辭活法 嗯 師父是不是 在虛擬世界碰上的 也是一樣呢 對 也是就對了 好 了解 那師父上次 只是我做的那些事情 來講的話 我在虛擬世界做 也是一樣嘛 對不對 有福報的人自然就會看到 然後業障重的人 他看到 他就會關掉 就繼續在照業 他就不想看 因為他會 他會覺得那是騙人的 批評這篇文章 那一旦批評 他的業就越來越重 嗯 嗯 所以 師父說這就是 所謂的 國度有緣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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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想法就是說 反正 一篇文章在那邊 或者一句話在那邊 一句對的話在那邊 然後有緣的 你自然會瘦 那我也不強求 對 我不用刻意 刻意一定要你瘦 因為 有時候你不願意瘦 我拼要你瘦的時候 反而還會引起你的 貪嗔吃慢飲出來 有時候我反而是更障礙你 師父說 當你看到別人對你的批評 或是聽到別人對你的指責 師父說希望你一笑自知 我都一笑自知啊 不要去把他當成一回事 不會啊我都一笑自知啊 我都不會去當一回事啊 因為我的感覺就是說 他是一個立體的面 那我們看到的面不同嘛 你看到跟我看到的點不同 對啊 只是你沒看到我的點啊 我沒看到你的點啊 那 就是 大家互相 互相就是去 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想 對方對事情的角度的看法 其實 就沒什麼爭吵啦 不會有什麼 有些在網路上在那邊 比讚 我覺得那不需要 馬雲老師 他要求福令啊 等他帶著他一下 有的為了真理而戰 那什麼是真理呢 師父說 往往一隻臂啊 也可以殺死一個人 嗯 確實啊 沒錯啊 師父 沒有要帶你去留院生工嗎 沒有 你叫拜託啊 你叫救啊 我看見 快到了 我看吧 你說 你叫我 說 是 你好 勉強